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用针钞带吗 对 上锁 我觉得就上锁是比较好 上锁帅了 对对对 而且呢 咱们说的那都是咱们就是这个全媒媒体嘛 都是有根有据的 对吗 东莞的这个情况 我们上次也讲了是南都州看人家封面报道 接人接人的事 怎么能说是我说 而且咱们就特别强调了 咱们东莞的这个形象是非常好的 而且还讲了这个时间点 东莞扫黄啊 现在扫的是已经眼旗息鼓了 打台风嘛 他这个报道讲的啊 是在这个扫黄之前 曾经出现过的 明白 总之听到我们的消息 再去迟了 对 没错没错 但现在去就真是打球的了 现在去就是打球的了 但是由此啊 我还真的就想到这个事 扫黄这个课题 你发现没有 咱们过去都不大爱聊 因为一聊呢 你怎么说吧 你现在全中国 这个这个 这简直是成这个高压的状态 你发现没有 网络扫黄 手机这个这个 淫秽网站的这种等等 这种扫黄 而且呢也是 特别见成效 特别见成效 可是啊 我也在网上见到 他们有一些 有一些意见 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觉得不好说呀 它呀有一定的复杂性 有一定的复杂性 为什么说啊 就是说 比如说他们讲的 这个东西有一个利益链条 比如说手机基础运营商 和那些开这个淫秽网站的 发那个淫秽社情信息的 所以很多问题啊 表面上看起来是政治问题 是道德问题 实际上你要知道内情的话 它实际 who care 是一个老鼠爱大米的问题 诶 徐老师 你还就说这个老鼠爱大米 我给你看张照片 咱们看这张照片 这个你看裸聊的 最近打击了一个手机视频网站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 开这个网站的人 原来就是开音乐网站 火的 80后的创业成功 对吧 这个老鼠爱大米 这些歌曲 他们火起来 但是到后来又不行了 不行了之后呢 他就发现用这种裸聊啊 或者一些涉嫌色情的东西 搞一下子上亿的这个点击率 结果不就给办了吗 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 而且你知道 一抓就发现 很多经营者 包括参与裸聊的 都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 甚至是在校的大学生 法院判的这些个案子 很都是 你看一个个都是20出头的 甚至有一个检察官 你知道吗 他在起诉了完了 他私下跟记者不无惋惜 就说 说这个吧 有点突然 就说如果说啊 我们能够先这个教育 然后讲清楚 因为他发现很多年轻人呢 他根本没意识到 不知道这个事情 没意识到就搞一些这个色情的 有些年轻人 他办这个网站 很多 甚至是大部分 他当然是为了利益 但是也有一些年轻人啊 他纯粹是想什么能增加 人气 能增加点击率 很自然的 他觉得很多色情的 他就这么挂上了 但是 就是说 他不太清楚 这个事情的严重后果 要坐牢的 是吗 现在的这个情况 那么 而且还现在还找这个妈妈 这个什么监督团呢 对 老妈监督团 你说这个事该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啊 首先要搞清楚 就是 这种事 政府要不要管的一个问题啊 那 其实所有 全世界几乎所有政府 都会对淫秽色情 有一定的管制 对 但只不过大家尺度不一样 那可能有国情分别 比如说欧洲很多国家 他是电视台播四级成人片 但是四级成人片是限制 限制 小孩看不着的 没错 但他有别的方法来处理 那么美国呢 就FCC 他那个呢 就是他管粗话 他也管嘛 比如说我们看美国电视剧 那个清谈节目 不是能逼 逼那一下 就他们弄什么 所以说这种管啊 其实全世界都管 不只是中国管 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管呢 是怎么个管法 有的地方呢 像香港也管的啊 香港的管法是这样 香港是要主动投诉 他才管 就比如说 有人做了个什么事 电视上播了什么节目 我观众看了 哎呀 这不是黄吗 我打电话去报案 去投诉 投诉他成为一个案例 然后呢 他要成立一个像陪审团 一般的调查委员会 来来来审他 而这个陪审团的这个成员 是什么人呢 就普通老百姓 你自愿报名 他整个机制是这样 就我不事先审查你 因为这可能侵犯你的言论自由 我事后查你 那久而久之 他有套准则 这个电视台自己就知道了 这个报纸也知道了 就哎 这种东西 我不能放也会被人告 而且会被告成的 然后为什么要找老百姓来查这事呢 是因为他要代表整体社会的一般道德水平 就是说因为是我是普通老百姓 比如说我来负责来审 你这个报纸这是不是太黄了 那我们三个在座的都是正当职业的 是良民 普通的公民 那我们这个观念啊 可能代表的就是大多数这个社会上的 这个继承的一套观念了 所以这个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管制淫秽这个东西 什么叫淫秽 必须依据的是整体社会 它大致的一个认知 不能离太远 管理当中呢 也会出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比方说因为要管理 就要就要规定的很明细 所以呢 比方说有就不能录什么东西 要什么情况下打马赛克 所以呢 那么当然了 有些呢 他就比方说 像有线电视之类 他都有合法的色情台 合法的 当然他打上一定的马赛克 当然他有些东西呢 他就管不了了 比方说人家在书展上 身上倒一点奶啊 做一些什么动作 因为他这个没有违反他的条例 虽然意识大家觉得有问题 电车难啊 很多人这有点问题 但是他也管不了 偶然有时候呢 也有管得不大对劲儿的 比方说他跑去一看 那个欧洲的名画 全裸 对 中国大卫像 这个这个大卫像 这个怎么全裸呢 这个路不停路点啊 这个路气关啊 然后跑来静止 就闹了个笑话 对不对 因为人家这是 哦原来这个是世界名画 等等等等 但总体来说呢 他是有一套能够贯彻到底的一套社会的监察 你像在美国我看了些资料哈 就是成年人就达到合法成年人 那你有选择资讯的自由 对不对 他不管的 他主要保护的是儿童 对 那么儿童他保护呢 他有一个非政府组织 对 有时候非政府组织发挥这个作用 他就首先他规定什么网站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你有跟儿童这个搞小孩子的 那么你就涉嫌犯罪 对 对吧 那么就就有人去去处理你 可是呢 在整体上就说网络要不要限制 你比如像奥巴马跑到中国来 他也贩卖他那一套 就我们美国认为不应该限制网络 这是他美国的国情和价值观 但是呢 在美国也有传统道德所谓那种力量 当然非常保守 经常有给这个国会提案的 对 我们要网络管制色情 对 但是呢 总是通不过 对 为什么呢 在美国有一个这么一个问题啊 他很怕啊 投鼠忌器 对 他很怕因为这个 妨碍了一个公民 阅读自由 选择资讯的自由 他会违反第一修正爱 第一修正爱 你还小啊 你记不记得有个电影叫姓书大亨 记得 姓书大亨当年就搞那些色情黄色的杂志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打了那么多次官司 但是你知道是因为这个淫秽的这个东西 最后这个官司的结果 却就是促成了嘛 就是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对 这是保护这个 呃 言论资讯的这种自由 所以你看这是美国的情况 因此我始终有一个问题哈 我就觉得 咱们中国管理网络不可谓不言 嗯 但是现在的政策 我并不是反对 嗯 我也觉得我们应该提供一个解释 就是说 现在人很多人说现在的就很很淫秽 或者说是这个这个事风日下 或者说是像什么采访的 说咱们的孩子看那些黄色网站 看得心神不宁吗 不都说 好像觉得 社会倒头完蛋了 很黄很暴力 可是现在美国其实也很保守的 对吗 咱们就假定这种传统道德观 什么一夫一妻 或者说是白白头偕老 或者说是什么应该处女手 在美国一样有的 而且你别说就像欧洲丹麦那么开放的 这些国家 性活动满街市 性电影满街市 但他们的性犯罪案件比率不见得比我们高 我觉得怎么解释 就是说呃 在美国这个网络比咱们宽的多 包括在香港 也宽的多的地方 他的这个社会道德好像比咱们 至少不差吧 至少不差 我觉得是这样 那为什么我们管得这么严 可是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 大家都摇头叹气呢 我先去一下广告 咱们来解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就用大人教小孩这个比喻 可能不能不类 但的确有点像 实际上你要怎么样教一个小孩 有正确的是非价值观判断呢 他必须要有这种能力 这个能力就是他能判断是非 你如果永远代替他去判断 他就永远不会有这个能力 你要让他学着判断 他或许偶尔会犯一些小错误 所以你就要在一个护养他的 看着他的环境下 让他自己学走路 你要是老怕小孩摔跤 这小孩永远不会走 对不对 所以就用香港的例子 刚刚我们讲大卫像被说成是淫秽 那是大概十年前的事情 那就是当年香港走这套制度的时候 你看到香港有人保守成这样 就连大卫像露洋具都说 哎呀这个太淫秽 结果这个事情抖出来之后 舆论骂声一片 很多人也在骂 结果现在这种情况就没有了 就十年间这个社会 公民教育 他集体的在自我学习 那所以今天呢 我觉得问题在哪 就是我们要不要给公民自我学习的机会 比如说有时候你看美国的色情网站啊 或色情杂志 你觉得有些东西很好笑 好笑在什么地方 他总在那个网站的首页 或者他的杂志封面 贴有交套 写的十八岁以下不得看 你说十八岁以下 人要看还是看啊 对不对 那得靠自律 那这个自律是怎么培养的呢 这需要有点时间 让他慢慢来 所以这就牵涉到 第一 你政府该不该当一个完全的保姆 还是说这个政府要当个比较开明的父母 要让这个社会参与进来 这是一点 第二呢 有个很大的争论 就是色情这种媒体啊 或者淫秽的这些内容啊 他到底对社会的犯罪 性犯罪 这是有好处 还有坏处 这是很大的争论 所以我总认为不要轻易把这个性啊 道德化 嗯 它是个科学化的问题 咱们不讲科学发展观嘛 嗯 你得研究这个现象 你比如我想给这个科学家们 不是社会学家们 历史学家们出一个题目 就是这个共产党的性道德 嗯 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我认为你看我们的这个政府啊 在这个问题上啊 你比如说啊 最初的共产党 我们都知道 在当时社会的性道德 两性道德 开放的 开放的 在延安是很开放的 对吧 奔向延安 自由恋爱 反东派那时候就要骂共产共妻嘛 对 但是到后来呢 在革命严酷的革命斗争中啊 他似乎就有点变化 禁欲主义 至少他的大批的这个党员呢 你有一种清教徒色彩 就是那个时候 一直发展到极端 到文革的时候 那简直 就是说男女之间 咱们就革命同事 怎么能有性这个东西在里面 是叫压抑性真 对 可是到 可是这个东西呢 你又觉得 他跟中国当年的这个宋明礼学 存天理灭人欲 是不是也有点关系 你至于说到现在的这个政府 我觉得呢 他基本上是不是采取的一种从众 就是还是说 大体上中国人 传统上是个什么 现在回到中国 家长 从家长 现在回到中国人的老传统 就是可做不可说 二元论 完全是二元的方法 咱们有个做过咱们节目的一个撰稿人家老六 这个人 他在网上有篇文章曾经挺有名 他就说的 他说的 其实咱就 我就 我最近老爱重复一句话 就敞开天窗 说亮话 这个现在有些事啊 真是已经变成就是说 这个管理者和背部管理者 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们还得是演这个戏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咱不如科学化 他就讲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也可以做证明 很多我们这些年轻人最早的性方面是看毛片 他就看毛片 他就讲他看毛片的经历 但是我可以引用他一段话 他说 查什么叫毛片 他就说这个现代汉语词典里没这个词 对吧 他说这个现代汉语词典呢 有点落后 比如说对于老虎 虎这样的珍惜动物 居然还解释成肉可食用 骨可入药 实在是太坏了 太不环保了 然后你看 不够与时俱进 对 所以他就说 现在汉语词典 这个没收录的词多了 你别指望他会收入毛片这种词 解释欠妥的词也多了 比如说 对下流淫秽等词语的解释 便很不人道 如果你真信了他的说法 你简直就找不到 还有什么下三路的事 是上流不淫秽的 这本词典对人类的原罪感 进行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破诊号 只要你胆敢分泌荷尔蒙 胆敢性冲动 胆敢作爱 这是下流 你就是淫乱的 放荡的 罪恶的 违反人类道德准则的 我觉得这个话很值得引用 这才反映了我们头脑中 对这个问题 很多人没有认真地想清楚过 大体上觉得 反正你们俩搞男女关系 这种罪恶感 甚至到小偷的身上 你知道吗 最近出了个新闻 华生报上登的 五个小偷 你看他这个姓道德 二十岁以下的 也不是小偷 打劫的 到公园去打劫 要打劫一对情侣 但是这对情侣呢 正在树下 披死 接吻 这几个小偷啊 觉得不好意思 你知道吗 不 这几个抢 不好意思打劫了 就在旁边 等着 等他们接吻完了再抢 可是这俩人呢 哪壶不开提哪壶 接吻很长 十分钟 最后这几个抢的 实在忍不住了 上去 你们有完没完呢 赶快把钱包拿来 抢了四千块钱 含羞带怯的脸红的 就走了 这个说明 咱们这下广告 这不错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这个国际先驱导报 有一篇评论 这个题目就叫 谁来管理人民的荷尔蒙 就说你扫黄 但没问题 可以打这场人民战争 也能打赢 你可以扫 对吧 但是问题在于 人民的荷尔蒙 是个问题 你有没有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乙族 咱们现在讲这个乙族 你知道都是二十郎当岁 刚出来的 我看过一点那个报告 70%的是没有女朋友的状态 就是没有性生活的状态 那么说他们的性问题 都超过了现在的民工 都是有大批光棍人群 而且很年轻的人 他没有性满足 就包括他们原来说 像某些 类似像东莞这样的地方 也是有客观需要的这个原因 主要是中国传统的 包括现在政府的管法 只管进不管出 他就是给你教育 他把所有社会公共的媒介 报纸 电视 网站 所有公共的东西 都是从上往下来教育你 使得你就好像家里电视放得高 所以他假定你所收到的任何关系性的信息 都是比较要高于你的 低于你的东西 就是你自己去克服消化去 那么西方的社会 他也有这些教育的东西 但他同时也有一些往下去 让你宣泄的那些渠道 那么对小孩 他只让你进 不让你出 因为小孩那时候还不大需要出 而且还没有分辨能力 所以但到了一定的时候 就让你自己去选择了 以至于今天香港 很多女学生女孩子 姓教 家里出门口 门口就有爆摊 摆着龙虎豹之类的东西 他过目不堪 完全不想干 一点都不会妨碍他的价值观 这个就是说 这些东西社会上应该有的 我们的传统是说 这些东西都是教你的 因此我在中国大陆会出现一个问题 的确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任何东西 你在网站上能拿到 电视上能出现 报纸上能出现 很多人就觉得 我理所当然就能做了 因为这些东西从来是教的 所以每个家长都在担忧 说小孩 你看 他现在在网上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 我看得心神不灵 那他就可以做我 因为所以中国人都已经 接受了这么一个大前提 就是说 来的东西都是好的 只要来的东西 我都可以学的 他没想到说 在另外一种社会原则里 来的东西就像社会上 所有东西 你上的街 你去吃好东西 你不会去吃垃圾 对不对 其实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因为你从来 你没有让他自己去判断 对 你再发生他判断 下一步的问题就是说 他根本没有假设 你个人有判断的能力跟权力 这个就是牵涉到你讲的 就怎么看待性 在人类社会当中的地位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 所谓的保姆政府 就我们那天讲 保姆政府呢 是就以前的圣王 或者柏拉图理想国 但这个东西很奇怪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你是个责任王 就我是圣人 我当然知道什么叫好 什么叫坏 我母仪天下 我教大家什么叫好 什么叫坏 那在今天的中国呢 大家都是凡人 就很难 对 大家都是凡人 一来 二来呢 就我们老在报上 又同时看到一些 贪官包养情妇数十名 就这帮人来告诉我 什么叫好 什么叫坏 就你已经不是内圣了 你还要外王 你不只不是圣人 你还是小人 我现在有点 我不知道什么叫 全盘西化 但我有点倾向于 这个这个改革开放 就是开化开放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 我们原来所说的 取其精华 取其糟糕 可是事实上 我怎么觉得 你比如说 这个像香港社会 对于这种八卦媒体 狗仔队 娱乐新闻 包括这些龙虎报 这些东西 他是没办法 你知道吗 因为他是为了这个精华 为了言论自由 为了资讯自由 不得不容忍这个东西 对吗 可是我们呢 我倒觉得 变成什么了 这个东西我们都可以 是吧 这些 你包括这些个娱乐八卦 这些个东西 咱们这个 人家香港人都认为 是糟糕的东西 我们允许 可是为什么 我们中国的特殊国情 现在就是言论限制的东西 我们就 reply 三次 人家香港人 tim 我们之间 永远